一般说到避震的改装呢 大家的理解 可能就是把这个车身高度降低 然后让这个车开起来更运动 但是呢 弹簧硬的话呢 开起来日常的舒适性也会降低的 不过 我觉得大多数人他是希望这台车的避震更加舒服 而且车身高度呢 最好能不变的 有没有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有的 首先介绍第一个品牌呢 就是10的这个endura pro的系列 其实这个endura pro呢 他分了两个 一个是endura pro 一个 还有pro后面 加了一个plus 那多了一个plus呢 就是多了一个阻尼可以调节的功能了 一般呢 我们去说这种原厂的形状的减震器呢 以前是没得调的 所以呢 他设定的这个阻尼是多少就多少 但是呢 像这个endura pro plus呢 有了这个阻尼可调呢 你就能够在你的这个改装的 呃 这种原厂位的减震器里面呢 你也可以去调整出一个你喜欢的 要舒适一点 或者运动一点的底盘的性格 而且呢 像这种减震器装上去呢 因为体配的是你原厂的弹簧 所以呢 这个底盘的舒适性呢 比原厂不会有特别多的牺牲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阻尼的调整呢 来让这个车比原厂更加舒服 或者比原厂稍微啊 操控的响应好一点 路感丰富一点 通过这个减震器的阻尼调节呢 也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 那当然这个呢 会相对贵一点 还有一个便宜一点的版本呢 就叫做endura pro 没有了plus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阻尼职 不过呢 如果你的车刚好这个减震器要换的话呢 是可以尝试一下这类 以做了这么多年避震器 起家的这个牌子的避震的 好了 再给你讲另外一个品牌 因为呢 像这个10的品牌呢 它可能日系车 跟国内在售的欧汽车呢 会多一些 但是经典的欧洲车 或者经典的日系车 像这种减震器 有没有呢 有 但不是这个品牌 我们来讲讲另一个品牌 走 那介绍完10之后呢 再介绍另外一个品牌给大家 这个品牌其实已经有很多年历史的 荷兰的一个品牌叫做Koni 他们前几年在中国可能会比较低调 但是他们的技术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有做他们的 方程式的赛车的避震呢 也有这种房车用的赛车的避震 但是他们最强的呢 是这种原厂位升级用的避震器 那就跟TEN的Induraco一样啊 他们的这个系列呢 也分了好几种 那这个呢 是他们的最入门的 这个街道用的版本 它会比原厂的阻尼稍微提升一点 所以呢 用这种呢 会让你的底盘的操控反应 低一下打方向的反应会更直接 但是这个就不意味着这台车会更加的不舒服 因为呢 像Koni的所有的检震器呢 它基本都是一个副桶的结构的 副桶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像你看这个检震器 你看它外面是一个桶 但是它里面呢 也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小桶 所以这个油呢 它里面是有里面的油道 然后外面呢 也有一个阀门 让这个油呢 跟外面这个桶跟桶之间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能够循环的 所以这个绿震呢 你就把它理解为这个阻尼呢 是有一个二次阻尼的感觉 所以呢 副桶的避震器呢 会比那些单桶的避震器呢 开起来路感会更加格局的更加好 没有像单桶避震那么直接 那然后呢 讲到这个 这个就是最近空里在主推 而且我的很多朋友 其实用过之后的口碑的反响 都非常不错的 叫做变色龙系列 变色龙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变色龙 它自己呢 可以跟随环境的颜色去改变自己的颜色 对吧 那这个空里的变色龙系列呢 它是有一个主动的阀门的控制 就是通过这个法里面的这个阀系 这些油孔呢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减震器运动的速度呢 啊 实时的去调整这个阻尼的变化 所以呢 就会让你需要它更硬的时候呢 它会更硬 需要它阻尼值小一点的时候呢 它也会把这个阻尼呢 自动的把它调柔和 你看它的调整的幅度呢 可以达到这么大 这个绿色的线呢 是原厂的减震器的阻尼值 然后呢 这一套变色龙系列呢 它运动的时候呢 它可以来到这么运动 然后你想舒适的时候呢 它舒适的下线呢 也可以来到这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啊 就等于这套避震器呢 它的运动的上线跟它的舒适的上线呢 都要比原厂的避震器更好的 啊 所以我的朋友用过之后呢 基本上也回不了头 而且这种减震器呢 也一样的 啊 它的长度呢 跟你原厂减震器一样 所以换了这种减震器之后呢 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车身高度降低啊 通货性降低啊 什么的 但是呢 整体的底盘的绿震的质感呢 会变好 就是 价格上面呢 可能会贵一些而已了 不过呢 你想想一台十来万的车 如果换一个减震器能 让它有一个 接近20万的车的底盘质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投入还是值的嘛 对吧